每日神话 与完全的神性 他的神性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 他的正常人性是为了维护 在肉身中的一切正常活动的 神性是来做神自己的工作的 不论是人性还是神性 都是顺服天父的旨意的 基督的实质就是灵 也就是神性 所以他的实质本身就是神自己的实质 这个实质是不会打岔他自己的工作的 他不可能做出拆毁自己工作的事来 也不可能说出违背自己旨意的话来 所以说 道成肉身的神 绝对不会做出 打岔自己经营的工作 这是所有人都应该明白的 圣灵做工的实质 是为了拯救人 是为了神自己的经营 同样 基督的做工 也是为了拯救人 为了神的旨意 神既道成肉身 他就将他的实质都实化在了他的肉身之中 使他的肉身能足够担当他的工作 因而在道成肉身期间 基督的做工 代替了神灵的一切做工 而且整个道成肉身期间的工作 都以基督的做工为核心 其余不得掺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工作 神既道成肉身 他就以肉身的身份来做工 他既来在肉身 就在肉身中完成他该做的工作 不管是神的灵 不管是基督 总之都是神自己 他都会做自己该做的工作 尽自己该尽的职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